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上修2020-2021的每股净利预测10-11 这些因为岸外海市服务业务改善 船只使用率增加 每日租金率提高 以及更有利的美元汇率 尽管如此上修后的盈利预测 并不能全面反映出Berdana邮轮的节约成本 意味着盈利预测还有上调的潜能 因此行家上修目标价值62先建议买入 商费银行业务盈利滑落 拖累连昌国际CIMB的净利表现 截至9月底第三季 按年跌14.4% 不过第三季营业额按年增12% 累计9个月 公司净利按年跌17% 占达证券权利预测的75% 但是如果剔除转型成本 核心净利实则年增12.2% 符合行家的预期 该银行看似可达到今年大部分的关键目标 但是预料严峻的营运实况 会加重维持营业额和资产品质的压力 长期来看管理层深信Forward23的中期目标 能够按照进度达成 包括投资回酬率达12%至13% 行家上修目标价值5令吉90先 上调平机制买入 UEM阳光UEM Sunrise建议 以3亿5460万令吉 将墨尔本的服务室公寓 整栋出售给Scape澳洲管理公司 估计净收益有5190万令吉 MIDF投资研究正面看待这项脱售计划 因为售价高于先前取消的买卖合约 这项脱售交易也让UEM阳光 得以追求其他产业发展商机 不过由于脱售收益提振不大 行家维持盈利预测不变 另外该公司股价正以最新 净有型资产折价约48%来进行交易 估值诱人 而且销售展望稳定 新产业销售有望达到管理层的目标 因此行家维持短线买入评级 以及91先目标价